我说了多少遍 嗯 我说了多少遍 你说我说了多少遍 真的是我呆过最差的一个大脑 一个脑子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段中文吐槽英国的节目 奇怪的英国第十六 但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我在英国说英语时的内心活动 好久不见了 不知道各位观众的爷爷们身体怎么样了 还记得我是谁的话麻烦扣个一 我确实很久没有更新了 很多朋友问我去哪里了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我觉得我创意的泉水干涸了 吐槽的能量空壳了 就连黑暗的英国菜我都能吃饱打嗝了 不过我最近突然意识到 有那么一点英国还真的是 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改变我的 那就是我说英语时的内心活动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 或者感觉深有同感的话 别忘了给我一个素质三连 鼓励过去做话去 谢谢 每次跟一个英文人交流的时候 我大脑脑总会浮现出 我初高中英语老师的样子和声音 让我怎么样 仔细审题 Hey what do you plan tomorrow 来醒醒了 我们来看这个题了 对方问的是什么 他问你明天有什么人 明天有什么 plan plan是什么来告诉我 对对对 计划对不对 对 那回答这个问题中要用什么时代 没错 一般将来时 还要注意什么 有没有人发现 还要注意什么这句话 你看对方说的是什么 plans plans 对不对 plans是什么意思 s是什么 是不是复书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呀 干什么 回答多个事件安排 没错 多个事件安排 知道了吧 来回答 当我自己回答的时候 这个老师当然也不会闲着 他会再次对我的回答进行分析 如果我说出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回答 这个时候我仿佛听你的老师说 你回答的真不错 如果我说的有时候太快了 或者是说错了什么的话 这个老师当然也就会 对 对 你做了那个蛋糕吗 那看起来很漂亮 你怎么做的呢 对对 你应该做的第一个要求是 我说了多少遍 嗯 我说了多少遍 你说我说了多少遍 怎么 过这么多年都还给老师了 老师每天这么忙 在你的大脑里面 给你指点迷津 指点英语 你看看你 真的是我待过最差的一个大脑 一个脑子 听清楚了啊 我再说最后一遍 这是什么句子 嗯 定语从句对不对 定语从句对不对 嗯 说 定语从句 是被叙述词first修饰的 对不对 要怎么样 嗯 要怎么样 你们还记不记得 引导词只能用that 不能用which 对不对 嗯 记住了没有 very good very good alright let's have more ideas what do you think yeah I think we need to be careful here there are various factors that need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efore we can conclude anything 同学们 没有其他人啊 把笔放一放 你刚刚小球说了一个非常好的句子 通过熟练的运用了 there be就行 定语从句 被动语态 让这个句子层次一下去丰富了起来 啊用的词也很高级 不烂俗 不错不错 你们啊都应该以小球为榜样 像他看齐表现真不错 在英国这种尴尬搞笑的瞬间真的太多了 数也数不完 希望可以有机会拍更多的视频 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也有过类似经验的话 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里面告诉我们 让我们都happy一下 也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我是 我是一个人 不是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或者想看更多 我所达英国的生活经历文化的话 就给我一个素质三连鼓励句最话局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其实我最近确实沉淀了很多 也思考了很多很深层次的东西 自从创作陷入评定期以后 就一度很恐慌 因为担心不能为大家输出快乐 每次呢 这般的时候我就感觉压力很大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视频以后 让我感到豁然开朗 这个视频让我想到了 我做视频的初心是什么 我做视频的目的是什么 我做视频的动力又是什么 长粉